1861-1865年 美国爆发了内战 美国内战是南部的奴隶劳动制度 与北部的自由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矛盾 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 在林肯的领导下 北部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度 从而维护了联邦的统一 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美国独立以前 英属北美殖民地便存在着 自由雇佣制和奴隶制 这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北部和中部殖民地 居住着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的移民 他们以种植业 捕鱼业 造船业和进出口贸易为生 南部以种植园经济为主 主要种植 烟草 稻草 稻米或蓝电等专供出口的单一经济作物 18世纪以后 在种植园里劳作的 大都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 1800年以后 北部已完全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制度 而南部种植园仍推行以强制劳动为特征的奴隶制 北部自称为自由州 而把南部称为蓄奴州 内战爆发以前 北部和南部都在迅速发展 1820年至1850年间 北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产业革命 以公路、运河和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建设发展迅速 到1850年 美国已经修建了铁路一万四千多公里 农业和工商业都空前繁荣 联邦政府在新获取的西部领地上 建立准州 准州在国会的监督下成立代议制政府 逐步走向自治 只要人口达到六万人 就可以被联邦接纳为一个新州 成为合众国大家庭内的平等成员 从1815年到1850年间 联邦平均每三年接受一个新州 世界其他国家 惊奇地看着眼前的美国变得越来越庞大 1840年 美国仅有1700万人口 到1860年 人口已经急剧膨胀到3200万 北部的波士顿 纽约 费城和巴尔蒂摩等城市 不仅是交通中枢 而且是商业贸易中心 成为南部棉花和西部粮食出口的贸易中转站 与此同时 南部在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道路上 也越走越远 在1793年 亚棉基被发明之后 南部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 生产的棉花 占世界棉花市场供应量的75% 发展成为棉花王国 烟草这堂生产也占很大比例 但南部种植园的管理方式非常专制野蛮 南部也享受不到北部工业化所带来的好处 南部没有几家工厂 很少吸引投资 铁路和电报网也很少 其中与北部最深刻的区别 在于南部的种植园经济 是以黑人奴隶劳动为基础的 不同的社会制度 不同的区域利益 导致南北之间冲突不断 而美国领土的扩张 使南北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 不断激化 在西部新扩张的领土上 是否实行奴隶制 成为南北双方斗争的焦点 在南部种植园主看来 在经营的土地上 不使用奴隶是无法想象的 而对于北部资产阶级来说 将奴隶制引入新开发的西部 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除了观念上的冲突 还有许多经济上的原因 在西部不发达地区 工作多劳力少 北部移民担心南部种植园主 带来大量不必支付工资的奴隶 使自己面临不公平的竞争 而南部种植园主通常没有北部资产阶级富有 他们主要的经济资源就是黑人奴隶 一旦废除奴隶制度 他们将变得一无所有 在国会里 南北各州的代表 就西部领地进入联邦的条款 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激进派主张取消奴隶制 反对派则认为 各新建州的居民 应该有权通过投票来决定 是否在本州允许奴隶制存在 即所谓居民自决原则 从1820年至1860年 尽管冲突不断 但南北双方基本上 还能够在国会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妥协 他们之间的重大冲突和妥协 有三次 1854年 在讨论堪萨斯 内部拉斯加领地上 组建新州时 国会同意 在组建新州时 将根据当地居民的投票 决定是否在新州 确立蓄奴制度 南北双方都加紧移民 在堪萨斯甚至出现了两个议会 两个政府 两个首府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导致200多人丧生 到这个阶段 南北之间的冲突 跃出了合法的政治解决的渠道 而转向了武力 西部领地上是否实行奴隶者 对南北双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从政治上说 它直接关系到南北双方在国会的多数 西部领地如果以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 南部就会在国会居主道地位 反之北部将成为国会多数 不论南部还是北部 一旦在国会中得势 都将利用国家权力向西推行 有利于自己 而不利于对方的政策 中央部队是重点的 对方的未来的战争 就是根据中央冲突 的国家的东西 一切就像被建立的 法律的法律和自由 但是有一种伤害的 财量草残积制 在那里 级结果仍然不曾凝固 冲在法律的法律 和公司的法律 从此之中 这个财量草残积录 in the years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to a breaking point really there had become two nations the northern states had by and large outlawed slavery by that point the southern states had not and in fact their economy depended on slave labor to bring in the cotton crops sugar cane, rice the sort of crops that sustained large plantations they needed that slave labor but this was in conflict with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liberty and freedom that this country was founded on as well as the new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ies of the northern states the northern states had grown more wealthy more powerful and had greater population than the south 美国内战之所以爆发 除了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 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外 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废奴运动的兴起 也有很大的关系 西奥多维尔德在1839年出版了 后来又多次再版的畅销书 美国的奴隶制度 该书记录了南部多种报纸 发表过的有关奴隶制的材料 揭露了这种残忍落后的生产方式 在南部续奴制下 人可以像牲畜一样被买卖 维尔德引用了南部报纸上 一则典型的广告 出售黑人 女二十四岁 有两个孩子 一个八岁 一个三岁 单卖或一起出卖 是买方意愿而定 斯托夫人在1852年发表的小说 汤姆叔叔的小屋曾经轰动一时 他当时还被编成剧本 在北部各地剧院上演 这部小说的面试 为费奴运动赢得了约200万同情者和支持者 林肯总统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接见斯托夫人时 称他为写了一本书 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为帮助黑奴 由组织的逃离南部取得自由 费奴派开展了地下铁道运动 他组织严密 具有相当规模 帮助了近十万黑奴 摆脱了苦海 从该运动中产生了许多奋不顾身 智勇双全的英雄 哈利特·塔姆曼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他原本是一个奴隶 在逃离苦海后 不顾自己被南部奴隶主 重金悬赏通缉的危险 先后十九次出生入死 前回南部 解救了三百多名同胞 1860年的总统选举 是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的 林肯在选举中胜出 林肯是伊丽诺伊州一位成功的律师 他1856年加入共和党 并很快成为该党领袖 在于史蒂芬·道格拉斯进行的 关于奴隶制问题的七次辩论中 林肯坚定地维护 不是一位晴天霹雳 这就意味着南部种植园奴隶主 不仅在国家经济生活中 而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 也将失事 林肯当选总统后一个月 南卡罗莱纳州宣布脱离联邦 几星期内密西西比州 亚拉巴马州 佛罗里达州 佐治亚州 路易斯安那州 德克萨斯州紧随其后 1861年2月 这七个脱离联邦的南部叙奴州 组成南部同盟 选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 把首都设在弗吉尼亚州的李世满 后来弗吉尼亚州 阿肯色州 田纳西州和北卡罗莱纳州 四个叙奴州 也宣布退出联邦 而加入南部同盟 南部同盟建立的前提 是公民有权拥有奴隶 黑人种族是劣等种族 南部同盟副总统斯蒂芬斯宣称 他奠基于以下伟大的真理之上 即黑人白人不平等 奴隶制是自然的正常的 当联邦政府还在努力寻求 和解妥协的途径的时候 南部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准备 1861年4月12日 南部同盟军不宣而战 炮击驻守在南卡罗莱纳州境内 萨姆特要塞内的联邦守军 炮击持续了33个小时 挑起战争 林肯总统立即作出反应 征召志愿军7万5千名 宣布镇压叛乱 美国内战爆发了 美国内战从1861年4月爆发 至1865年4月结束 前后历时4年 内战爆发时 北部在人力物力上占有很大的优势 北部人口超过两千万 而南部人口只有900万 其中奴隶就占350万 北部工业发达 在生产军火武器和军需物资方面 具有潜在的优势 北部有比南部先进得多的铁路 公路和运河系统 拥有强大的工业技术 南部则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援助上 内战爆发时 南北双方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各有优势 战争开始时 南部和北部的正规军队都很少 主要依靠招募志愿兵作战 因为经常处于奴隶暴动的威胁之下 南部奴隶主家庭子弟往往骁勇善战 男子普遍擅长骑射 以投武从容为正途 高级将领多出身南部 在战争爆发后 他们为南部同盟效力 而北部虽然兵源充足 但在战争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缺乏得力将领 导致战事失利 但大部分海军由联邦军队掌握 可用以封锁南部海岸线及港口 第一次重要战役 于1861年7月21日 也就是南部同盟军 进攻萨姆特要塞三个月后 在弗吉尼亚州的马纳萨斯打响 战争初期 许多联邦军都有轻敌思想 以为只要进军弗吉尼亚 就能将南部叛乱的乌合之众打败 很快结束战争 但南部同盟军成功地挡住了 联邦军的反复进攻 并在联邦军历劫之际发动了反攻 俘虏了一千三百多名联邦军 后来联邦军又在1862年6月下旬的半岛战役中失利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 林肯总统下令征兵 从农村到工厂 人们踊跃报名参军 为筹集资金 联邦政府发行高额利润的战争债券 总共举债约26亿美元 有效地解决了战争所需的大多数费用 南部因为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 征税所得对巨额军费开支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在战备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大量发行纸币和债券 导致货币贬值 物价飞涨 在沿海和内陆密西西比河流域 联邦海军对南部海岸线和重要港口 基本实行了封锁 阻止南部赖以生存的棉花 蔗糖和其他农作物进入欧洲市场 使南部经济日益萎缩 南部同盟的对策 是建立了一支偷越封锁的舰队 他们把棉花运到英国 然后在船舱里装满武器和弹药 向西航行运回美国 1862年冬天 水上的战争日趋激烈 在大西洋沿岸 联邦海军对任何企图突破封锁线的船只 穷追不舍 直至将其捕获 在内陆 联邦铁甲战舰沿着大的内河水系 向南部同盟的西翼进攻 在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 西线的联邦军队沿着田纳西河 坎伯兰河和密西西比河进入南部同盟境内 在阴冷潮湿的气候条件下 双方进行了两天激烈的战斗 两万多人在这次战役中伤亡 联邦军队取得了胜利 他们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绝大部分 从南部同盟军手中夺取了南部最重要的港口 新奥尔良 在东部战场 联邦军直到1862年9月才略有转机 由罗伯特 李将军指挥的南部同盟军 进入了联邦统辖的地区 联邦军因为意外缴获南部同盟军作战计划 在安提塔姆一举击败南部同盟军 从而粉碎了南部同盟军的战略进攻 美国内战进入相持阶段 联邦军在初期的失力 与联邦政府在应战方面缺乏准备 林肯在反对奴隶制上的谨慎立场 和他任用军事将领不当有关 为扭转颓势 林肯果断地决定发动人民的力量 于1862年和1863年分别颁布了 宅地法和黑奴解放宣言 宅地法承诺所有忠于联邦的成年人 都可在西部获得一大片土地 黑奴解放宣言宣布废除叛乱各州的奴隶制 在叛乱各州 奴隶从现在 也就是1863年1月1日起成为自由人 并可应征入伍 宣言发表之后 仅400万黑奴得到解放 给予南部的奴隶制重大的打击 而联邦军队则得到了充足的兵源 另外宣言的发表 为联邦政府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时早在1833年就宣布 废除奴隶制的英国 很难继续支持南部同盟的非正义战争 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发布 使得联邦军民士气大振 从1863年起 优势逐渐转向联邦军队 1863年7月 南北两军在格迪斯堡会战 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 联邦军击退了 罗伯特里指挥的南部同盟军的进攻 南部同盟军损失三万六千人 四个月后 林肯参加了在格迪斯堡战场举行的 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 并发表了著名的格迪斯堡演说 他说 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 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 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 但尚未完成的事业 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 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 那就是 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 汲取更多的现身精神 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现身的事业 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 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 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服佑下 得到自由的新生 要使这个民有 民智 民想的政府 永世长存 这篇演说被后人推崇为英文演说的典范 几乎在格迪斯堡大节的同时 格兰特在西线率部七万三千人 经过长期围困 迫使聚首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重要据点 维克斯堡的两万九千守军投降 控制了密西西比河 这两场战役的胜利 成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 使南部同盟再也无法从西部和欧洲取得攻击 南部同盟已经彻底孤立 此后联邦军从东西两面 对南部同盟军进行夹击 在西部 在谢尔曼将军的指挥下 联邦军队的向海洋进军行动所向披靡 于1864年8月攻克亚特兰大 在该年12月攻陷萨凡纳 1865年2月 谢尔曼将军又发动新的攻势 沿途北上 不断取得新的战果 而在北部 在格兰特将军的指挥下 联邦军的进攻 使罗伯特里指挥下的南部同盟军不断撤退 联邦军队在1865年4月3日开进了李士满 淡尽粮绝的南部同盟军于4月9日投降 美国内战自此结束 投降仪式是在李士满以西120公里的阿波马托克斯举行的 格兰特将军并没有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冲昏头脑 他要求自己的军队给予这些曾经勇敢战斗的对手应有的尊重 当投降的南部同盟军列队前行时 军号吹起来了 胜利者向败在他们手下的同胞行军礼致敬 在北部城市的大街上 男女老少欢歌笑语 4月14日 林肯总统在华盛顿白宫演讲 宣布了使南部各州回归联邦的计划 而就在这狂喜的人群中 却有一个心中充满怨恨的南部同情者 他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 一个演员 4月14日晚上 林肯总统到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演出 受到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演出期间 布斯潜入总统包厢 向林肯总统开枪 击中了他的头部 林肯总统于15日清晨逝世 美国内战期间 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征集220万人入伍 36万0222人阵亡 63万5397人受伤 南部同盟征集兵力80万 25万8千人阵亡 38万3千人受伤 经过四年激战 美国完全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 由于扫除了奴隶制度的障碍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 以至在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 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 最为强大的国家